我父母他们打算放弃治疗了 为什么呀 现在硕硕的情况还算稳定 很有希望的呀 还不是我跟医生聊过吗 硕硕伤得太重 就算是 就算是治了也不一定能救我 而且 而且那个艾克莫虚头太贵了 他们妈惊压到差了 最后也不一定能救我了 硕硕的心脏肺部还有脑部伤的都比较严重 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而且我们医院给硕硕用了最先进的艾克莫设备 用来代替她的心肺功能 是不是很贵呀 费用确实不低 但是这个能救命呢 那你们 你们你们确定能把她救回来吗 你们医院能够保证吗 这个 谁都不敢保证 可是生死我见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没有说放弃治疗呀 妈怎么可能跟外人讲呢 跟外人说 我 我不能放弃啊 江医生 我不能放弃啊 你先别着急 要不我再去跟他们说说 实在不行 我去找院长 我去找主任 我请他们来帮忙 你先别着急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谢谢你帮了我们这么多 谢谢你 但是孩子是我的 我自己想办法保护他们 我这样子 我来帮忙 你别跑 你帮忙 我来帮忙 你帮忙 你帮忙 我来帮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